美智库报告 乌克兰危机后 俄罗斯对华军售迅速升温 2015年恢复大规模武器转让 是中俄双边军事关系的一个重要发展 标志着军事技术合作新阶段的开始 S400和苏富35合同的签署 也标志着俄罗斯长期以来 拒绝销售其最先进武器系统政策的结束 因为这两种系统是目前俄罗斯在同类产品中最好的 当然 俄罗斯目前也正在开发更先进的系统 这清楚地反映在自2015年以来增强的武器贸易水平上 与之前十年的贸易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那是一个相对下降的时期 为此 双方必须首先解决俄罗斯对中国知识产权适宜的担忧 和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潜在安全担忧 以及北京对莫斯科不愿意向中国转让先进武器的失望 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下 俄罗斯最终做出了相当大的妥协 放宽了对俄罗斯先进军事技术转让的限制 也接受了更多风险 此外 由于美国对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国家实施制裁的威胁越来越大 中国市场对莫斯科来说政变得更加重要 因为他发现自己与传统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少 同样 有强烈的迹象表明 尽管中国对伊斯坦德尔导弹有兴趣 但俄方仍将拒绝出售该导弹 首先 俄罗斯不得不放宽对先进军事系统和技术转让的限制 以便在自200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放缓之后 恢复与中国的武器贸易 中国的逆向工程做法也在继续快速发展 这削弱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技术领先优势 而中国的武器出口已经进一步打入了俄罗斯的武器市场